好 今天北部还是会下一点雨 大家务必要多留意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这个选战已经进入最后倒数关头 只剩下不到20天的时间了 在台北市长选举的部分 民进党的陈时中 国民党的蒋万安 还有五党籍的黄珊珊 在昨天先后有出席 台北市终身学习教育政策发展的座谈会 黄珊珊抛出了4年要完成 6处2.0版本的社区大学 每年也会提供65岁以上的长者 3000块钱的乐龄学习券 好 蒋万安则是要结合 北市大12所社区大学 还有乐龄学习中心以及博物馆等等 提供民众终身进修课程以及场地 至于陈时中则是表示 要让社大有更精进的服务 好 当然现在 其实三位候选人都各自端出了牛肉政策 不过在萨卡都的情况之下 选情很激烈 而且蒋万安更传出了 将会在选前下猛要宣布请辞立委 至于顶着小英力挺的指挥官 指挥官的光环 陈志忠从打正击牌 被连环爆出了高端弊案 最后她现在只能够向深绿 喊出了抗中爆台 而黄珊珊的策略则是向选民喊话 自己是有极战力的 专家分析受到防疫不利的影响 绿营这次的策略 只求稳住35%的基本盘 好 至于这一回的选战 最后决胜的关键 真的会是气宝吗 我们带你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台北市长激战 谁最有机会成为下任台北市长 根据最新民调 蒋万安获得35%支持度 陈志忠26% 黄珊珊20%紧追在后 蒋万安一路以来 狂攻高端疫苗搞黑箱 现在更传出将在26号投票日前 下猛要请辞立委 我都是按照既定的选战节奏 跟计划进行 该做的是我都会做 或许台北市长选举版图 并被视为蓝大鱼绿 2010年蓝营拿下55% 胜过绿营的43% 就算对上柯文哲 2014跟2018年 蓝营都还能拿下四成选票 但2020总统大选 蔡英文却罕见得票率打5成3 连升来的大安区 都被压倒性逆转胜 陈志忠顶着小英力挺的指挥官光环 一开始想打正机牌 却高端闭案连环报 加上绿营侧翼的反助攻 让他只剩一招呼唤深绿抗中宝台 抗共宝台 是我们的DNA 民进党这一次的策略使用 他不求高票 他就求那35%的险胜 换句话说 民进党狂打抗中爆胎 要回归基本盘 但这牌这么有用吗 疫情期间万华被民进党 硬说成疫情破口 让深绿的铁票区都恐怕翻盘 防疫不利的杀伤力之大 连深绿铁板大同区 选情都热不起来 连大同区对民进党都有反弹 甚至失望 然后最后选择放弃 那么这对民进党来说 今年的台北市长的选举 绝对不容乐观 蓝绿打得火热 另一边黄珊珊一路主打的 最大优势是这个 对选民搬出极战力 但哪些票会真的流向 黄珊珊那里去 这次选战的决阵关键 难道真的是气宝效应 我觉得就蓝绿归对的啦 尤其绿的 大概80%都已经要支持城市中了 已经归对了 还要怎么气怎么保 我觉得很有限了 台北市长三强争霸 到处时刻蓝绿白割火大战 空前激烈 谁能抢下首都摊头宝 不到翻牌时刻 没人心中有肯定答案 这个张照鹏李易玄台北报道 好 当然这个年底 九合一的县市长选战 台北市长的选举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在5号举办的台北市长 电视辩论会之后 外界很好奇说 对于选情 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根据了选举预测网站 所做的调查显示 陈时中的日均价 到了6号又小幅下滑 到了39.09 好 目前暂时落后 黄珊珊大约是2块钱左右 走势比较稳定的讲完 他目前的价格 依旧是在60块钱附近 暂时领先绿白候选人 至于在辩论会的表现 其实对于市场的价格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陈时中下跌的幅度 也只剩下不到3块钱 从预测市场的观察 可以说是辩论会 其实对黄珊珊的看好度 是有加分的 但是这个效应 到底能够维持多久 依旧有待观察 这是我们中天新闻网的报道了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咯 好 看到了吗 好oxys